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 揭秘古训真相,现代社会的你为何不能忽视 积善之家必有于尽 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人民秉承着一种深刻的智慧 将道德伦理融入了日常生活中 形成了许多经典的名言 其中积善之家必有于尽 积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被奉为经典传承至今 这句话所包含的因果的关系 不仅是对个体的行为深刻的洞察 更是古人对家族传承的重要的思考 然而在现代的社会 这一古老的智慧是否依然存在现实的意义呢 下面将通过对这一古训重新审视 结合历史和现实的案例 生探积善之家这一理念 在当年社会的适用性 并深入思考个体行为 对家族只存后代的命运的潜在的影响 在科技进步的今天 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关注个体的散恶行为 对整个社会和家庭的深远影响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一同探索这句千古名言所蕴含的智慧 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在意经传世文化中 这句名言被奉为经典 成为中国传统智慧的精髓之一 尽管如今现代社会对一里面有着不同的看法 认为其过于迷信 与科学进步背道而驰 然而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 审视这一古老的智慧 古人所言 极善之家 必有于尽的 蕴含着深刻的道德的观念 这句话传达的核心思想在于 一个家庭如果能够不断的积累善心善事 便会招来善良的回报 相反 如果家庭成员缺乏善心 必将遭受到不幸的结局 这种因果关系的观念 贯穿着中国古代的文化 并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深远的烙印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现代思潮的冲击 这一颖面逐渐的被一些人所忽视 认为其只是一种无忌之谈 与现代社会不相符 特别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的人们 更倾向于强调个体的独立性 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只剩后代的命运无关 这样的观点或许是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合理性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古人的智慧所在 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近期发生的 逆人正经的事情找到一些启示 在河北唐山 一种集体施暴的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犯罪迅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事件对犯罪家庭产生了重大的负面的影响 社会愚论指责和排斥使得罪犯的家人同样背负沉重的压力 这正是吉普善之家必有余秧的生重的写照 犯罪的个人行为不仅导致了自身的悲剧 同时也波及了他的亲人 这无疑是因果关系的一种体现 一种在当代社会同样适用的现象 个体的善恶行为确实是会影响所在的家庭和亲人 产生联手的反应 对于这一现象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苦果 即便是在现代的社会 古老的因果观念 并未失去其实际的意义 我们的祖先并非是无谓的提倡积善行善 而是通过历史的积累 总结出宝贵的经验 积极的善行能够为家庭带来渔庆 而恶行则势必为家庭带来渔庙 以历史的人物为例 性情的人曾因为秦桧的所作所为备受排挤 历经数百年 性情的后代仍然感受到 一个历史遗留的负面的影响 相对而言 岳飞的后人则因为岳飞的引勇而引以为傲 这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极善之家必有于尽的家庭的传承的印证 要想为后人带来福气 最根本的方法或许就是做一个优秀的榜样 以这正如古人所言 脑子英雄而好汉 个体的行为举止 乃至于其人生观价值观 都将悄无声息的传递给下一代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绝非仅仅关于个体 更是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名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 这并不是一种迷信 而是一种对人类行为模式的深刻的动场 尽管科学技术在飞速的发展 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道德观念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减弱 个体的行 个体的善因善与 是对整个社会的正面的影响 而个体的恶行只会带来了家族的不幸 对个人而言 要成为一个积极正面的榜样 并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 更是对整个家族子孙后代的负责 这是对自身行为的一种高度的要求 是一种对传统智慧的深刻的理解 在现代社会 我们仍然需要关注个体的行为 对整个家庭社会的影响 才能真正的实现 极善之家必有于尽的理想 终上手术 尽管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观念 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我们仍然不能忽视 古人智慧所带来的深刻的启示 通过观察历史和现实的生活的暗示 我们不难发现 极善之家必有于尽的这一古老的智慧 在当今社会同样是具有现实意义 因果关系的观念 善恶行为的传递 都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在追求个体幸福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明白 一个人的善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积极正面的榜样 为家族的余境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好了 欢迎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 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